在这次节目里,介绍屈原的湘夫人,由赵魁夫写稿。 屈原九歌中的湘君湘夫人,是分别用来祭祀香水之神湘君和居住在洞庭山的地女的。 这两首诗共同反映了有关湘君与帝女恋爱的神话故事。 当时的民俗中称帝女为湘夫人,但在这两首诗中,湘夫人还只是一位未婚的女神。 湘夫人这一天,演唱的时候,由南乌,以湘君的口气表示对湘夫人的爱慕。 所以,湘夫人称对方是家人或者家。 又因为湘夫人相传为天帝之女,所以又称为弟子公子。 先秦时代,公子这个称呼可用于男,也可用于女,弟子也是一样。 从诗中可以看出,湘君是很爱湘夫人的,但是缺乏追求的勇气。 软有纸细,李有蓝,思公子细,未敢言。 这两句诗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连续湘君篇来看,开始的时候,湘夫人同她约定了湘会的时间。 但是,由于湘君未能及时地赶到约会地点,造成了他们整整一天在洞庭湖畔, 在软水香水与长江汇河的重水交汇之地的互相寻找和盼望。 有湘君篇写湘夫人,西米杰西北主,晚上在北面的小岛上休息。 可知湘夫人篇反应的情节是在当天下午。 其实,湘君已经鼓起勇气,由徘徊空想转为急切地追求了。 好,下面我们逐段谈谈湘夫人这首诗的情节和内容。 看诗人是怎么样表现湘君对湘夫人纯真的爱, 怎么样揭示抒情主人公湘君的内心世界的。 这首诗可以分四段,先来看第一段。 第一段从开头到关流水溪缠缘。 诗的开头说, 这里不说道,而说将, 因为湘夫人是帝女,是洞庭山之神, 所以用了将字。 主是水中小舟, 北主是靠近长江北岸的小舟, 渺渺是远望的样子, 绸鱼的绸是始动用法, 鱼即我, 这里是湘君子称。 这两句是说, 湘夫人已经到了北主, 但远远望去并未见到, 以而使我陷入忧愁之中。 鸟鸟兮秋风, 洞庭波兮木叶夏。 微微的秋风吹起来, 广阔的洞庭湖上泛起淋淋水波。 近处树叶纷纷落下。 洞庭波的波, 使名词用为洞词。 这两句传颂千古的写景名句, 好就好在用秋风, 水波, 树叶, 这些最能表现季节特征的事物, 在很广阔的范围之内, 描绘出了一幅南国秋景, 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 烘托了人物内心的不平静。 乡君为什么内心不平静呢? 本来, 宇家七夕七张, 宇家人约好在晚上欢会, 但自己开始时未能鼓起勇气按时赴约。 结果, 时至下午, 尚未见到乡夫人。 鸟和翠夕 贫中, 曾和维夕 木上。 他抱怨自己当时只在江边 尺码徘徊, 而未能去大胆追求。 就像鸟要巡食, 却落在水草上, 增式捕鱼的网, 却挂在树梢上, 完全是南辕北辙的做法。 这时候, 乡君使希望, 失望, 懊恼, 种种思绪交成一团。 乡君在长满白帆的高地上, 惩慕远望, 久久地不见乡夫人, 而只见一片秋水不断流去。 荒乎兮远望, 官流水兮缠缘。 荒乎是模糊不清若有若无的样子, 缠缘是流水的样子。 诗人通过写流水, 表现人物翘首助力, 久久入神之态。 借写景以写人, 借写景以抒情, 情景交融, 真切感人。 屈原这种刻画人物情态与心理的手法, 为后代开了无限法门。 李白的名句, 孤帆圆影必空尽, 为剑长江天际流, 可以说正是由乡夫人篇的这两句画出来的。 总之, 这首诗的第一段, 点明了故事发生的节令时间和地点环境。 通过乡君的自白, 揭示出他与乡夫人相约而不见的主观上的原因, 从而初步表现了乡君运疾好幻想多自责的性格特征。 诗的第二段共四句, 写乡君回顾和自责的心情。 前两句同第一段的鸟和翠西瓶中, 曾和翠西瓶上一样, 是乡君自责之子。 意思是说, 迷路应该到原野上巡视, 为什么跑到庭院中来了? 蛟龙应该到江海中去细游, 为什么跑到水边来了? 诗中这一意思的反复出现, 表现了乡君悔恨无极的心情。 招池与马戏江高一举, 是乡君对着之前情况的回顾。 江高即江边。 乡君前半天是在江边持马徘徊的, 正所谓迷石兮亭中, 郊为兮水溢。 下面西济西西市, 说的是眼下的行动, 主动追求的过程。 西市指洞庭湖的西岸, 黄昏时候乡君渡湖, 到了洞庭湖的西岸。 第三段, 是从文家仁西昭瑜, 指灵之来西如云。 乡君沿洞庭湖的西岸, 乘船向北的时候, 知道了乡夫人在寻找他, 召唤他, 便兴奋到了极点。 温家仁西赵瑜, 江藤架西邪氏。 藤架就是使车架奔驰, 邪氏就是一起去, 只与湘夫人一起前往欢会之所。 这两句充分表现了乡君对乡夫人的真诚的爱, 表现了他内心所潜藏的无比的热忱。 这种热忱虽未充分流露出来, 却在他的内心剧烈的冲动着。 特别是在受到对方的爱的鼓舞之后, 他本来是不敢大胆向湘夫人表白内心的, 但当他知道湘夫人在寻找他, 便产生了一连串的幻想。 他首先想到, 住世西水中, 弃之西河盖, 要在水中筑起乌室来, 并且盖上洁净碧绿的河叶, 作为屋顶。 以下十二句, 承接弃之西河盖一句, 写湘君设向新居的修建与布置。 孙婢系紫檀, 波方娇系迎堂。 用香草西孙来装饰墙壁, 用紫被弃成中庭, 整个堂屋中都洒满芳香的花椒。 跪洞西兰辽, 心仪梅西药房。 用柜木做屋梁, 用木栏做船子, 用心仪做门楣, 用白纸装饰卧室。 往碧丽兮为围, 匹惠曼兮紧张。 把碧丽的柔软的枝条叶曼交织起来作为围杖, 撕开惠草作为围杖的顶子而张挂起来。 白玉兮为阵, 舒适兰兮为方。 用洁白的玉石压住席子, 再散上石兰造成芳香之气。 纸气兮盒盖, 辽之兮渡横。 白纸覆盖在荷叶的屋顶上, 再用马蹄香把它们缠绕固定起来。 荷白草系石亭, 剑芳心系五门。 收集各种花草, 把庭院的空处种满, 再用香木修建起富裕芬芳的蓝屋和大门。 香菌对于他们未来的新屋, 从屋内到屋外, 需要修建和设置什么都有一番设想。 连用白玉鸭席的四角, 这些细小的地方都想到了。 设想得如此之细, 如此之美, 体现了他对香夫人的深沉的爱, 表现了他对未来幸福生活的憧憬。 另一方面, 他设计巫室环境, 全用香木、香花、香草, 以及白玉紫辈之类, 造成了一个方向洁净, 五彩缤纷的境界。 这又是香菌自己美好、 纯洁高尚的内心世界的写照。 九夷室环境, 九夷宾夕并迎, 灵之来兮如云, 九夷指九夷山之众神, 也就是灵之来兮如云的灵, 并迎指一同迎接香夫人。 九夷山的众神将纷纷到来, 遮天盖地一同参加这个 作为香菌和香夫人 幸福美满生活开始的圣殿。 下面谈最后一段。 前一段主要写的是幻想, 这一段写的是现实。 涵于魅兮江中, 宜于涉兮离谱。 古人的衣袖下端 接着一截素色的布, 下部开着口, 这就是魅。 射是用象牙或骨头做成的, 样子呈环状, 但是有一个缺口, 是射箭时戴在右手的拇指上 用来勾弦的。 魅和射都有缺口, 所以在春秋战国时代的风俗中, 把它们丢在水中, 就表示永不相离或永不相悖。 湘君一面幻想着他们的新居和即将开始的新的生活, 一面感到北主。 然而还是没有见到湘夫人, 她在又一次意想不到的失望之后, 仍然怀着珍藏, 向江中丢下了魅, 即衣袖末梢有缺口的部分, 又感到离谱, 即离水之滨, 丢下了随身所带的舍。 因为湘君总是比湘夫人迟那么一步, 所以他们仍然没有相遇, 于是湘君也到了厅舟上去采集杜若, 准备见面的时候送给湘夫人。 采厅舟喜杜若, 将以为喜远者。 远者的意思是远方之人, 这里指湘夫人。 时不可惜咒得, 聊逍遥戏荣语。 咒,屡次的意思, 逍遥荣语都是徘徊的意思。 这两句是说, 良好的时机是不会一次又一次地得到的。 我姑且在厅中上徘徊, 等待她的到来。 湘君同湘夫人当天是不是相会了呢? 始终没有交代。 我们根据丰富的现实生活, 让我去想象吧。 现在将原诗从头读一遍。 地子将西北竹, 木渺渺渺西, 愁鱼, 鸟鸟西秋风, 洞庭波西, 木叶下, 灯白凡西, 逞旺, 宇家妻西西张, 鸟鸟和翠西平中, 增和围西, 木杀, 软有纸西, 里有蓝, 丝公子西, 未敢言, 黄湖西, 远望, 官流水西, 禅源, 泥和石西, 亭中, 焦和围西, 水溢, 朝赤鱼马西江高, 西寄西, 西市, 文家人西赵鱼, 江藤架西, 邪市, 主市西水中, 气枝西河盖, 孙帝西紫檀, 波方交西, 迎堂, 桂树西, 兰辽, 心仪梅西, 药房, 网碧利西, 唯唯, 匹会慢西, 浸张, 白玉西, 为阵, 舒石兰西, 唯方, 纸气西河乌, 辽之西渡横, 河白草西石亭, 剑芳心西五门, 旧宜宾西并营, 灵之来西如云, 捐鱼, 捐于魅西江中, 宜于舍西离谱, 千听舟西度若, 将以魅西原者, 时不可惜咒德, 辽宜, 聊逍遥夕西, 荣语。 读完湘夫人全诗, 就会看到湘军的鲜密个性, 首先她在女性面前, 显得胆怯, 缺乏大胆追求的勇气 软有纸兮李有蓝 思公子兮未敢言 在她的心目中 乡夫人像李软之兵的蓝纸 纯洁美丽 自己不配采摘她 她尊重妇女的人格 在爱情上表现出平等的态度 甚至把妇女看得更高尚 尊贵 神圣 这在整个男权社会中 都是少有的 乡君是劳动人民 理想的人物形象 其次她与乡夫人恰恰相反 乡君的性格是属于内向性的 她把情感允许于心中 行动上反应较直 她常常陷入深思或幻想之中 她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就充分说明了她是知道爱的 而且有着最丰富最真挚的感情 乡君 乡夫人这两首诗 在艺术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 有的在分析中已经谈过了 这里再提出三点 第一 诗人将人物活动的背景 安排在重水汇集之地和青秋实力 一则与乡夫人乡君的故事切尽 二则形成人物相聚不远 却望而不见 寻而不得的情形 构成双方的渴望 思念和误会等情节 鸟鸟熙秋风 洞庭波熙木叶下的渲染 更增添了作品 缠绵翡测 畅往诗意的情调 这些都有利于调动读者的注意力 使读者共鸣的情感 也随着诗中人物感情的发展 而逐步推进加深 以至于完全沉浸在其中 第二 诗中的人物 以秋天绚烂的花草装饰行舟 乌舍作为惊奇违障之类 似乎以实际生活不符 然而诗人正是用这种香结 而富裕色彩的东西 代替现实生活的器具用品 使人们忽略具体的生活细节 而去深刻的体会 抒情主人公的思想感情 诗同现实生活的这点距离 促使引导读者去体会作品的美 抒情主人公心灵的美 及作品意境的美 至于这些香花香草本身给作品带来的迷人的色彩 以及对抒情主人公 人格的烘托象征作用 那就更不用说了 第三 通过人物的幻想来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 湘君不仅对他们的新居做了细致的设想 而且还想象了他迎接湘夫人时壮观盛大的场面 这一点给后世诗人以深远的影响 杜甫在安史之乱快结束的时候 写的《文官君收河南河北》一诗中说 当他在剑外 听到官君收复了冀北时 激动的泪水沾湿了衣裳 然后高兴地设想他返回家乡洛阳的事 白日放歌须纵酒 青春作伴好还乡 地从八辖川乌辖 便下襄阳想洛阳 这就是运用了七元湘夫人一诗 通过人物的幻想 表现去愿望情绪和情感的手法 然而湘夫人篇更充满浪漫主义色彩 从这点来说 李白的梦游天母吟刘别 写梦境的一段在艺术表现上与之更为相近 你看 李白所写 泥为衣系 云为马 云之君系 纷纷而来下 虎骨色系 轮回车 仙之人系 烈如麻 呼魂记已破洞 黄金起而长街 唯教时之 真习 诗向来之 烟霞 这段诗的大概意思是这样的 云中的神啊 以霓虹为衣服 用云彩做成旗 都纷纷从天而降 老虎作为随行 古色作月 仙人们一排排 密密麻麻 忽然 我的游魂受到震动 恍惚惊喜 回想梦中所见 不禁常态 烟霞一景 神奇壮观 都已消失 眼前只有睡过的枕席而已 李白的这些奇幻的想象 无疑是首香夫人中 久仪边夕边迎 灵之来夕如云 一段影响的 由此可见 屈原诗中的浪漫主义手法 在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影响 贡献 有多么大 刚才介绍的是 屈原的湘夫人 赵奎夫写稿 马黎播讲 字幕志愿者 杨栄梦